韓斯顿市警匪大战5名警员中枪 今日下午5点 德州韓斯顿市发生警匪枪战 导致5名警员中枪 当中2名警员生命危怠 根据警方的资料 事件发生在当地Harding街7800号路段 当时执费人员正在进行毒犯通缉搜查 随后双方发生枪战 5名执费人员和匪徒拨火的时候受伤 2名疑犯被当场击毙 目前怀疑仍然有一名匪徒被堵截在一间房屋之内 而Swar特警仍在现场戒备 政府已经出动了食星机将受伤的警员送院 而5名受伤的警员当中 有2名警员受伤严重生命危害 侯斯顿市市长目前呼吁市民为受伤的警员祈祷 而事件仍在调查当中 天下卫视记者 雷健宗宝到